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的成员 欢迎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新年作家文基二 让我们一起在成长路上 勇敢爱就要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年作家陆奇 爱情是生活的科学 大家好 我是珊娜 就像我们的中国广电192一样 192就要爱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遇到 那个就要爱你的人 大家好 我是演员牛丽 让你的爱情永远爱你 那天我坐高铁 350公里的时速 然后我刷那个中年作家陆奇的直播 用192 我刷了半个钟头不带卡的 哇 所以呢 证明一个是我们陆奇老师的直播 实时要看啊 第二个就是 大家可以用我们的192来看直播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三组嘉宾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 尹先生61岁 来自黑龙江退休 韩女士64岁 来自黑龙江退休 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他就是一个购物皇 做什么事情都先斩互动 我换我自己钱买东西 回头他老公那生气 甚至说不要我买 他管我 那我换我自己钱我有错吗 平常都管我呀 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退休之前吧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付着过 退休之后吧 简直让我隐无可隐了 人家都往主导的东西 我娘家导的说能当离婚了 我这往家买东西还能买离婚 又不过了 甚至把东西从阳台都给我冷冻下去 给我撇他 过不了了 没法过 这个一个是忍无可忍 一个是过不下去 不过了 那咱们说说吧 我老伴吧 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先斩后奏 从来不听从我的那个意见 我们是二婚 那个时候刚那个领完证 我是上班 她呢退休了 给家没事 不知道怎么的啊 也是一个大姐 卖楼终介的 她跟我一说 我就不同意买这个楼 她跟我说 我去看看 我不买 就这么用这话来应付我 但是呢 跟这个瘦楼这个大姐一走 到山东龙口 自己把首付交上了 那我帮我自己钱买房子 那你说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我们大东北 那嘎嘎冷 我受不了 所以吧 我就自己决定确实买了 花的是你自己钱是吧 对 花我自己钱 我呢一个孩子 归我前妻了 没有一个负担 她两个孩子 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两个孩子得养 自从买楼之后 孩子生活费 学费 补课费 全是我来 相当于房贷 虽然是她还的 但是那一部分 就是缺口的那个地方 就需要您替她 找不回来了 对吧 再一个买房子 这个我也同意你买 但是你跟这个 售楼这个中介 去买什么去 7%的回扣 我们买这一个房子 30多万 她就得去两三万 这脑子还能管家 还能过日子 我就说她不是过日子的人 我跟你说 我家是现成的 我来到城市 那一刻 看到大街上 每个楼房 还没有属于我的 那一刻 我一下去去 我以后要买楼房 这是我的理想 房子你们住吗 没住 到现在吧 我一趟我都没去 她去了两趟 房子还闲着 就房子又空置在那边 就还有一个原因 是在这儿 再一个 我就不喜欢那个羊虫 她就养猫 最多的时候 21只猫 老少四分 那个猫啊 腾腾腾腾的 咳哪儿烂跑 猫 毛 咳哪儿烂飞 还挺可爱的 这猫的那个照片 对 是挺可爱的 但这21只 也有点沉重 完了吧 我再三的 那个做工作 再三的就是 想办法 跟她说 完了 把这个猫 给人的给人 把猫这个事整完了 整完之后 养狗 拉不拉多 小的时候小 越养又大越养去了 对啊 到最后 家放不了 我给我单位养 你看退休了 也没定了养 到最后呢 送给她三弟弟了 我就觉得 她吧 对她儿子 对她女儿 对我 都没有对这个猫好 没有对手好 提到这个孩子 我就想到这个孩子 非常优秀 她女儿 第一年考上七哈尔大学了 结果呢 她考的这个专业吧 自己没想中 跟她母亲说 说妈呀 我不喜欢那个作业 重读一年 行不行 她呢 就不同意重读 说对你一个女孩哈 早上一年大学 早参加一年工作 早挣一年前 把孩子鼻子没招 哭着跟我说 说老爹啊 你能不能再跟我一点 我不喜欢那个作业 我喜欢表演 我说你要喜欢表演 你要保证你好好学 我再跟我一点 这么年 我就同意 因为我重读一年 第二年考上上上海 谢敬影视 黑龙江省一共收俩 我女儿就是考上了 很优秀 厉害厉害 先生的意思是 她对猫狗比对女儿好 对 就是她儿子 她去给她儿子 开家长会去了 这个儿子啊 学习不是那么好 像老师吧 可能批评几句 学校门口 有这个什么特殊教育啊 专当变好 她呢 没通过我就把这个名字就报上了 一上这个学校之后 全大庆的陶小子都集中到这一个地方来了 都接触上了 这个学上完了 他们联系没断 原来学习中等生 到最后下等生 跟着讨小子上广吧 后面啊 我就把这个孩子找回之后 我给他买一个电脑 跟他谈了一次 我说你喜欢作业之后 完了再玩 就这么点 完现在这个儿子 考上哈诗大 哈诗大那厉害呀 对功劳都在您是吧 您的意思是 就是这样嘛 他不满足 他就害说我做得不好 你说孩子已经都出去了 闲得没事 各家养花 养花好呀 养花好是好 人家把不养的花 扔的花捡回去了 换个盆 换点土 完了养 最多的时候 我家128盆花 大家请看 这个事您也不同意啊 我是喜欢花 可是他把我花送给一个女的了 虽然说是他哥们一个媳妇 但是他是亲自送的 把我的花架都给我送人了 我对这事挺有想法的 他就没通知 你就送了个花 那你没通知 他还买个房呢 哈哈哈哈 最可气的是啥呢 他可网上不咋整搜搜搜 君子兰 说得 插一声那个松针土 那个松针土啊 那里头都是小飞丛 完了那个灯罩 那里边全是飞丛 屋里呢 那个圈圈 可恶乱蹦 可恶乱爬 就是养植物 给家里面生活环境 造成了一些一定的影响 小片里面说 说是购物狂 买东西也是 横堆成堆地买吗 这不是养花 我也不让他们养吗 现在控制到58盆 完自己个家闲着没事 网上购物 不管是有用的 没用的 只要他喜欢的 就得必须往回买 最可气的刷卡咋的了 到还款那个日子 没有钱了 抄我要钱给他还 完了我不给还 抄他女儿要钱 让他女儿还 完了他女儿给他钱了之后 我还得把钱给他女儿 说起来话 我手里有现金 但是我手机上就没有了 说咱俩换发过来500块钱 我给你现金给500 不行 没办法了 我想一下了我女儿了 我跟我女儿微信说了 我女儿给我发过来了 发过之后 过了第二天以后 我女儿就跟我说了 说我老爹都给我发500块钱 莫名其妙 这是他干的事 他心目中根本没有我 应该这么说 我记得没有您 还给您一个女儿 转500块钱呀 哎呦 那又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真的是 你烧包香了 这么好的男人 还有一个是 让我接受不了 早上他突然就没有了 失踪了 没了 没了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 他说给那个邻居家买东西 我说那你上大商 你给我买点 民用桃就行 二斤你就行 然后我说 你再给我买点 那个小柿子 等到我回来了 我问你民用桃呢 他说那民用桃都烂了 后来我说那柿子呢 柿子也没有好的 我说那你除了大商之后 那样没有好的 别的那超市很多很多 对不对 卖水果的 他就是心目中就没有我 让他买点啥 就是说的 根本说话不好吃 我呢 虽然说我买房买啥 我讲来养老 我们俩去居住 我没有阅言 往现在呢 我买完房子 他究竟这问题 你这是不说理吗 你说 他刚才把提买房子 我一想起来了 他母亲在宴交 买了一个房子 交了一个首付 交了十万块钱 接房子没有钱 让我呢 拿这个接房子钱 当时吧 我正好我有个房子 让我卖了 卖了四万五 我直接把这个四万五 就拿给他母亲了 结房子了 而且呢 我亲女儿 想买一个房子 我前妻拿十万 让我拿十万 交个首付 剩下孩子自己交 我就抄他要 这十万块钱 他一分没给我拿 把工资卡摔给我 工资卡 我给他这时候吧 还有有点 还越越还往里进钱 交我手里的时候 工资卡 不到二百块钱 那你咋不从头说呢 我们俩刚硬生 不到三年呢 他要给他姑娘买房子 从我拿钱 我哪有钱呢 我那时候那一刻 没有钱呢 他那个工资卡里面 到底有没有钱 工资卡就是说 当初吧 一个月是 三千多四千多 不等 那时候上班 交你手上的时候 工资卡里面 有多少钱 也就是按月的钱 那里面有积蓄 对 是的 所以这些钱 也都是花在 你们两个人 生活开销上了 对吧 也没有乱花 没有乱花 那您网购花他的钱吗 我网购 我从来不花他一分钱 买的多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看 我带过来了 您今天带各种各样的证据来 在这儿 这是一包 两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七包 买完盘子 没定发 放到床头上了 你说监食棍 摆一些啥呀 什么小酥 小鸭子 你看看 少女心十足 再说就是什么呢 她父亲来我家了 完了去送她 我坐到副驾驶 我就是可能说话吧 声音大了一点 她父亲吧 听说我跟他俩吵了 结果呢 借题发挥 给我大骂一问 完了我这个心 就是啥呢 就喜自 我长这么大 让我老丈人 给我好顿绝 心里吧 就过意不去 上班吧 我还喜自这个事 结果呢 开车的时候 创车了 车创车之后 赔人家钱 我让他给我拿点 一分没有 他回来 他没跟我说这事 您要了吗 没有 他将来就是说 我抄他要钱 他没有 他说没有 我给我弟弟那借的钱 你们俩今天来这 是怎么着 是奔着不过去 还是要调和一下的 我现在目的吧 就是说舍吧 说起来的话 养猫养狗 养俩 养俩又还能 养出感情了呢 就你可怜呢 所以你不懂是吧 是的 先生呢 如果他要是 没有什么改变 你要他改变啥 最起码吧 你得不能是啥呢 自己错 哪不是当理说 行 咱们听听其他的两组 我们今天要求助的情感嘉宾 对你们俩的事怎么看啊 就是我感觉 有那种一言堂 叔叔说什么都不听 我家里其实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我特别能感受到 叔叔那种 就是无力感 因为对象特别强势 然后 就不给说话的机会 然后 你拒绝了他吧 他还主动地去把事情给完成了 你稍微注意着讲说啊 还没上台呢 别一会儿连站都站不上去啊 我是比较偏向叔叔这边的 我觉得他感觉就是为这个家 操碎了心 是吧 这种感觉 你俩现在意见是统一的哈 那我们听听杜先生和魏女士的 目前来看 我感觉可能体会不了婚姻之后的 这种共同经济上面的事 但是阿姨的话呢 可能跟我差不多 自己赚自己花 我就觉得 我自己赚的钱 我为啥不能自己花呀 为啥不能光花我身上啊 我花了 我还花在你身上了 为啥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呀 来吧 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情感疗愈团 老师们怎么看 其实我在叔叔阿姨上 看到的全都是快乐 幸福的烦恼 我觉得他们两个很般配呀 他们俩好像一个文化生 遇到了一个艺术生 叔叔其实你就属于那种可能 就是更理性一点 就是你想要一个理智科学的生活 但其实阿姨就属于 我觉得他萌萌的很可爱呀 这是他的生活的一些喜好 其实都是一些陶冶情操类的东西 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就是缺乏沟通 所以他啥也不缺 你看阿姨的点头 还有点就是 其实女孩子哪怕是六十多岁了 她还是女孩子 她是需要哄的 而且我觉得叔叔您长得也特别帅 你其实哄哄她 你跟她撒撒娇 我觉得她能听进句话 还有一种处理方式 就是你们俩去找一个 你们俩共同的兴趣爱好 只要有一个共同目标 你们俩能够得特别好 谢谢文静老师 大姐是被宠坏的 你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已经有问题呀 方法特别简单 就是关注我们陆七老师这个公众号 然后呢一定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们是爱宝的重视粉丝 陆七老师有后里送给大家 其实您二位在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 和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的这些模式之后 我再回溯到你们两个人居然是第二次婚姻 重组家庭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就是你们两个人19年重组家庭 两个孩子一直管他叫老爹 然后他又对两个孩子倾其所有的付出 我觉得您真的没选错人 您现在已经比大多数二婚的女人 要幸福太多了 你想想这个男人他得疼你疼到什么程度 你的女儿把钱转给了你 他能把钱转给女儿 这就是一个亲爹的做法呀 大姐您看在这一点 您就应该真的知道自己的幸福在哪 所以我觉得您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无非就是现在进入到退休生活之后 你们又开始重新磨合一种生活模式 你们的感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们不是在算计对方 有多少的重组家庭 他们每天在算计 我给我的女儿留多少钱 你给你女儿留多少钱 我这钱得留下来给我儿子买婚房 你的钱得留下来干嘛 俩人是分着过的 而你们俩是真正过在一起 所以冲着这一点珍惜吧 看到彼此的这个对对方的那种付出吧 我觉得这个男的付出的真的是挺多的 我觉得有句话叫爱屋即屋嘛 他就是因为他爱你了 所以他对你的女儿和你的儿子都非常的好 所以不容易嘛 对吧 珍惜吧 谢谢雷老师 就是韩女士64对吧 然后颖哥是今年61对吧 61 韩女士比颖哥大三岁 有时候我特别担心 我身边这个人 他要是不爱我了怎么办 他个子高高的长得帅帅的 那四方大脸 浓眉大眼 是吧 您您真的挺气宇宣昂的 哎呀我64了 我比他岁数还要大三岁 我明显觉得我的身体不如我 过去那些年 哎那么旺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嫌弃我怎么办 我得找一方式让我自己相信 他依然爱我 我闯了祸让他容忍我 我闯了祸让他原谅我 我一次一次变着花样闯祸惹事 让他不想忍 他忍了 哎他忍了 他要不爱我 他为什么忍 哎你看他又算了 他要不爱我 他为什么算 哎呦 他又原谅我了 他又不是因为爱我 这事他能原谅我 只能说呀 二位秀恩爱这方式 没什么经济效益 大姐您都64了 我在想您24的时候得多做呀 真的 咱换一个有有经济效益的事 秀恩爱行吗 就是别做了啊 来 您二位坐那休息一下 然后也想一想啊 来我们有请第二组嘉宾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赵先生 27岁 来自山东 萧瘦 徐女士 23岁 来自山东 化妆师 那么 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他就知道吃喝玩乐 根本尽不到一个 丈夫应有的责任 他还对我特别抠门 花着我的钱 还限着我的消费 他太能花钱了 总是得理不饶人 我说什么都不听 他就是窝里横 外面怂 出门在外遇到问题 全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 他就站在一边看戏 像个局外人一样 我对他真的是太失望了 这年头 谁都不容易 有必要什么事情 收精英计较 哎呀 你俩这是结婚 多长时间呢 就开始 日子过不到一起去了 我们俩结婚 也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将近一年了 就这样了已经 说说吧 他之前的时候吧 承诺说 结婚之后 会在济南买车买房 然后还会就是说 每个月给我一定的钱 让我去买一些零食 买一些衣服之类的 但是现在结婚之后吧 到现在我们俩个 还是租着房子住 再一个就是 他有段时间 他是不工作的 这段时间他没有收入 然后就需要拿我的收入 去付房租 付水电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拿钱 去给他报班 让他学习 之前的时候 婚前 我在那个工厂里上班 我一天的话 工作大约12到15个小时 然后一个月 大学也有万把块钱 当时的话 我俩经济水平还算可以 就是他想吃什么 我都给他买 但是后来 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我本身是学医学的 我想着 在工厂 一万块钱也就到头了 我就干一辈子 他也是这个工资 后来我想着挑出来 挑出来从是医学行业吧 慢慢地有所发展 然后过渡一下吧 这时候可能工资低一点 你过渡一下 你姐说你工资 一个月多少钱 三四千 我行 哪有三四千呀 有的时候都到不了三千 行不行啊 女士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一个月收入是五到六千 因为我刚出来吧 他不大懂事吧 还是像原来一样 那大手大脚子花钱 我花钱大手大脚 我买一个十几块钱的蛋糕 他都不给我买 你关键是 那十几块钱蛋糕 你什么时候买啊 他当时下了班之后 十一点了 想吃蛋糕了 十几块钱一个小蛋糕 他吃好几个 你一个也不够啊 我说你这么晚了 吃这些东西也不健康呀 跟我着急 在家给我甩脸子 实在不行 我才给他买了 那我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吃蛋糕 我是每天晚上 都让你给我买蛋糕了吗 我不记得我玩一两次吗 你都满足不了我 我的意思是 在乎你身体健康 你就像有一次 我俩就逛超市 他就非得逛那个 进口超市嘛 关键逛这种高端 那个大超市的话 他这个没吃过 要买 那个没见过 也要买 最后买买一购物车 结账的时候两千多 咱们也不是天天 去逛进口超市 偶尔去一次 我只是放纵一下 怎么了 你那一下子放纵 给后期拉多少轻的 而且当时特别丢人 他那些东西 都已经扫上码 他非得让我 给人家退回去 我的脸都这样疼红 那最后退了吗 没有退 我当时我就跟他发脾气了 我说你不买 我就跟你离婚了 然后他就买了 买了之后吧 回家也没有消停 这事也回家打了几次架 你让我在那么多人 面前丢了脸 我不跟你打架 怎么着呀 他还有别的事 还是就是下了班后 他就是无聊嘛在家 就是我在那边 可能学习 看书 看直播 他这边没事干了 他就说想去洗个澡 我说洗个澡 就洗个澡嘛 济南 你想洗个澡 在美团上买个套票 一二百块钱的也不贵 你能不能说实话呀 他当时找了我们家 附近最低档的一个 二十九块钱 洗澡 搓澡 就这样 我们在济南市里 再低档能低档拿去 他就是瞒着我 然后买了那个套票 花了六七百块钱 我就特别特别生气 有钱就有有钱的花 没钱有没钱的花 可是我今天去洗衣中心 你就是去放松的呀 我如果我不吃个自助 我不去按个膜 我觉得这达不到放松的目的 如果只是说搓搓澡 淋淋浴 那我直接在家洗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去洗衣中心呢 那就还有那啥 上次他那手机坏了 我自己家里弄个手机给他 他又挑三件 你别说这个事了 来来我说一下 让各位导致评一下理 我们两个工作不太稳定嘛 收入也不太稳定 我当时手机坏了 一修的话六七百块钱 我不太舍得 然后当时我就跟我老公说了 他确实挺仗义的 他当时跟我不知道 从哪儿拿了一个手机 小手机特别旧 然后但是还有电 我就打开看了一下 然后结果那个相册里有好多别人的照片 男男女女都有 还有那种年轻女生的那种自拍照 我都当时我就懵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这手机这是谁的呀 是我一个远方亲亲给了我妈 我对象手机坏了 我妈就给我了 传了好几下子 他一听他不信 关键问题是我当时一直问 然后他就一直不正面回答我 躲躲闪闪的 然后他最后还给我撂下一句什么 你钱 钱挣不来 光会搞破坏 这句话其实我当然挺伤心的 我就为了跟他一起节约 我手机坏了 我都不舍得买新的 不舍得去修 你俩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啥样的 也没工作吗 你现在我俩上班的话就是 我干我 他干他的 下了班之后 都忙个的 你不是一直考证吗 考上了吗 没有 这个不说考证 我还不来气呢 每次备考都请两到三个月的这个价 这两三个月他又没有收入 全花我都不说吧 有时候还伸手跟他父母要 从毕业到现在 每年都报名 每年都考 就没有一年能考得上的 分数差得越来越离谱 从一开始他自学 可能离局根限制差十分 到现在我给他报了两次班了 差三十分四十分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 我又不是没学 我又不是没努力 我辛苦一天 我算你努力 你假装努力是不是呀 我就是放松 我又没有把你两件事讲出来 大家听一下呀 来啥事 有一次啊 我工作一天挺累 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吧 我就发现家里边没人 然后当当时 不是在备考状态吗 我也是觉得 他可能是几次没考上啊 他心里边自己抑郁了 然后我就疯狂给他打电话 打了几十个 都快有一百个电话了 不接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给他妈打电话 我就问 我这样一说的话 他妈也慌了 我们两个就疯狂给他打电话 他就是不接 我当时 不是 当时 半个小时之后给我回电话了 他说他手机静音了 他现在在那个钓鱼 他怕那个铃声 把窝子给惊了 鱼都跑了 所以你也不是 一心一意地在备考 累了就想放松一点 你看 这才承认了吧 然后还有一件事 有一天下午 我有空了 我就喝口水吃口饭 然后打开那个游戏 我想放松一下 这我一打开 我发现他也在线 人家在那个峡谷里头 玩了将近半个小时了 发小 好年不联系 偶尔连一次 我也没空陪他出去 我就感觉 陪他玩一会儿 又去钓鱼 又打游戏 就是这样的事 说在备考这期间 是偶尔之就一次 还是说经常有 我这就听见两回了 被他抓着这两次 其他的时候吧 就只被我抓到两次 偶尔也会有放松的时候 但是可能少一点 那就证明 确实是不是在专心背考 怪不得你媳妇生气呢 因为就压力都在他扛着嘛 然后你也一直 都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还有一个摄头好奇 就是在小飘里边 你提到说什么 他窝里横 外面怂是为啥呢 就是他这个人吧 就是在外人面前 特别的兵兵有礼 但是在家里 或者在外面 只要是队伍 他就特别的蛮横 然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去外边吃饭 吃的是冒菜 然后里边有个食材 是牛肉丸 然后他吃了一个 他说他酸了 他就问我怎么办 我说能怎么办 你先把服务员叫过来 是不是啊 服务员叫过来了 我就跟他说 这个东西可能变质了 然后他闻了一下 然后明明那个酸味 特别明显 他非得说 他不能确定 他要拿到后厨去 把这个牛肉丸 拿进去了之后吧 过了一会儿 他端了一碗 这个煮好的牛肉丸 拿过来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后厨的人员 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坏 但是呢 如果我们觉得不新鲜 他会赔偿给我们 一碗新的这个牛肉丸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什么服务态度啊 当时呢 他清理人那么多 我对象当时一拍桌子 站也来了 我当时都懵了 不是你吃到变质的东西了 人家不给你推单 人家不给你赔偿 拿出一碗新的牛肉丸 是打发要饭的 要倒在你的那个饭里边 让你继续吃 你高兴吗 我肯定不高兴 你是顾客 但是我觉得 你处理事情的方式 有点偏激 就是动不动就翻脸 整个饭店人都在看我们 怎么了 我就要吵 我就要吵 那最后还不是给他退钱的 难道不是我的功劳吗 而且他不仅这样 他还就是喜欢精神控制我 精神控制你 这事可不太容易 别张琪听人讲嘛 来 当时因为晚上嘛 我想就是下去遛个狗 遛了两圈之后吧 我发现有一个男人 可能一直跟在我后面 十一二点了 你去遛个狗 我白天都遛完了 你能不能先听我讲完 你别老插嘴行不行啊 然后我当时我就遛着狗 我发现那个男的 好像离我越来越近 都快贴我身上了 贴你身上 你早报警了 能不能闭嘴 你先听我说 然后我当时 我就是我特别害怕 我给他打电话 我还不敢说话 打通了之后 我接着挂掉 给他打字 我说好像有人跟着我 我比较害怕 我让他下楼接我 毕竟他下来的话 可能用不了两分钟 然后你知道 当时他给我打字 说了什么吗 他让我慢慢走回家 我最后真的慢慢走回家了 我一开始害怕 那个男的跟着我 但是后来 他不也没跟着吗 他就是没跟着我 他跟着我 那我今天还能见到你啊 所以说嘛 你自己有那种 被迫害妄养症 不是 我回到家之后 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 谁是你那么晚 下去遛狗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万一被人违随了 发生点什么 就是这个生命危险 这类事 全是我自己找的 我没有说不担心 其实我当时特别害怕 但是回到家里 是害怕 家的愤怒那种感情 我就想问他 我就为什么 不下来接我呀 我第一时间 想冲下去接了 但是我从窗口一看 没有他说的那么 那么厉害 你知道没有这么近 你知道之前的时候 他还说我胖 你们认识的时候 你是多少体重啊 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也就一百出头 对他这两年 点外卖吃宵夜 吃的可多可多了 他之前刚认识他 一百出头可瘦可瘦了 我带他照片来的 可以给各位老师 大家看一下 现在胖了得有九十斤吗 这是以前吗 翻了一番 对这是刚认识的时候 我俩其实当时都挺瘦的 我那时候好漂亮 好帅啊 那你不也胖了吗 对 你凭啥说人家胖啊 他当时说的还特别难听 他总是借着 开玩笑的由头 说我的鼻子像猪鼻子 腿是大象腿 有的时候还说 我像坦克 你这种难听的话 删在自己女朋友身上的吗 这些话都是分好几次说的 你这样我怎么跟你过下去啊 而且你也跟我开玩笑 你也骂我的呀 行 问一下今来这儿 要解决的啥问题 反正我就是想让我老公 能够兑现他婚前的那些承诺 在外边遇到事的时候 他能顶事一点 别总是我跟个怨妇 跟个泼妇似的去解决问题 那男生呢 你希望女孩改变什么吗 我希望他就是 因为我花钱上都是有预算的 他老是打破我的预算 花钱不要那么大手大脚的 我也考虑到买房子 还房贷这个事 家里那边准备说 出个首付 让我们俩一起还分期 然后他那边吧 一分钱攒不下 所以说现在也没有个着落 我也是希望他吧 不要说翻脸就翻脸 现在就是情绪化 太严重了 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 来文杰老师 我觉得你们俩 有非常类似的共同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 这样会导致你们一开始 在认识的时候 会互相吸引 两个人自控力都很差 你比如说男孩子 在学医上 其实是你人生中 一个比较大的命题 但是你明知道 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 可是你会去选择 反其道而行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你的自控力比较差 你明明知道 很多事情是对的 但是你不会去做 那个最优选 你也有一种 那种幸存者的心理 比如说你不把女孩的安全 放在第一位 她已经是你的家人了 她跟你说 我现在有困难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没有第一时间出现 这个其实不管你是 有没有结婚 你作为这个人的伴侣 这个时候你没有 尽到你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女生会说 我觉得你对我不负责任 因为你确实 对她的人生安全不负责任 我刚刚说了 她的自制力有问题 其实你的自制力 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自制力的问题 出在哪里 就是首先你让自己 碰了90斤这个事情 宝宝你自己 好好反省一下 因为那些真的很漂亮 很美 而且其实我能够相信 你知道自己长胖了 是不好看的 对吧 你心里其实是 哎呀 还是挺敏感的 这个事情 但你就不能接受 她一直戳你 就可能因为你接受不了 她一直戳你 可能她戳到你痛处了 你就会通过别的方式 在她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去戳她 所以我说你们俩 现在就 设立一个共同目标吧 你俩就先一起减肥 减肥好了 就看对方顺眼了 其他的事慢慢沟通 有的时候你去骂她 是没有用的 你得吸引她 你信不信 你要减肥成功了 她马上就回来贴你 这个可以说是 裸昏之后的绝望吗 你们两个人身上 都有很强烈的那个失控 失控是为什么 不自律吗 自律带来自由 对不对 你们不自律 就带来现在这个状态 姑娘 你今年23岁 你在一年时间里面 碰了90斤 为什么会一下子 就碰90斤 姑娘 我知道你心里压力大 你把所有对她的抱怨 怨言和愤怒 全部化成了始量 你这种失控 放在生活里面 完全是对于 自己身体的负担 到最后 你拖垮了自己的身体 拖垮了家庭的经济 有好处吗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现在的胖 不是幸福的胖 它是在愤怒和抱怨当中的胖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 整个精神世界 和情绪状态 完全失控所导致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要讲的关键词 当你们发现 生活的不如意的时候 你们把所有的情绪 都向对方宣泄 但问题在于 你忘了你们是裸昏 裸昏意味着什么 裸昏意味着两个 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 选择相互支撑 我们相伴着 我们去争取 我们想要的东西 结果你把所有的不满 全部宣泄到对方身上 我课里面经常说一个 夫妻店的开发 夫妻店它只能 必须要有一个特性 才能开下去 就是所有人 不会向对方去宣泄情绪 两个人必须要做到 情绪的支撑 也就是说 你发脾气的时候 我来哄你 我发脾气的时候 你来哄我 而不是我有脾气 我就只发你身上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 自己情绪宣泄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文家老师 刚才建议是挺好的 先减肥 是吧 我们先把自己的自空力 给控制住 把失控的局面 给挽回来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地 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陆老师的建议 都是非常实际的 大家如果想要 寻求陆老师的帮助的话 可以关注陆琪老师的 微信公众号 标明你自己是 爱宝的忠实粉丝 我们陆琪老师 就有礼物送给你们 其实很简单一句话 谁痛苦谁改变 你们今天在节目上 提出的需求 都是让对方改变 可是你们提出的 让对方改变的需求 是我无法做到的 你说他婚前承诺 你买车买房 婚后实现不了 你说他婚前承诺 你种种婚后实现不了 婚前都没有实现的 婚后上哪实现去 你做白日梦哪 你难道想要通过一场婚姻 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是你自己愿意骗自己 自己不愿意醒过来而已 男生也一样 婚前的时候 你怎么能带人 人家两千块钱的超市去 婚前的时候 你怎么不能不计较那么多 婚后的时候 就要求他变成一个 会过日子持家的女人 那婚前你就应该知道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 你娶他干嘛呀 所以你们现在 要求对方做的事情 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们降低你们的期望吧 为什么现在两个人 如此拧巴 如此痛苦 因为你们的期待值太高了 所以降低期待值 谁痛苦谁改变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还能敢裸婚不容易 我没想到 现在的孩子们 我觉得没有我们当时 那么勇敢了 真的 我们那时候就是裸婚 几乎都是为了爱情 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如果没有房子 如果没有什么 不会嫁的 很现实 但我觉得你这个女朋友 还能被你的甜言蜜语 弄得就信了 就说明他还 真的是爱你的 为了这份纯真的爱吧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 相互走下去 我一直觉得有 有些故事不会有好结果 比如说一个讨债的 遇上了一个耍赖的 讨债的天天在讨债 耍赖的天天在耍赖 到最后就只能是 讨债的后头追 耍赖的前头跑 一边追一边骂 对吧 然后呢 我告诉你啊 当你追着对方 要 你欠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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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的情绪状态时 最开始会觉得愧疚 我当时是答应人家了 我是欠人家 你念了一百遍以后 对方的情绪状态 就会变得麻木 你说呗 对 你说的都对 二百遍以后 对方就会变得厌烦 你有完没有啊 等你五百遍以后 我就是没做到 打我了呀 气死你 我讲明白了吗 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要是你 如果我想变得更健康 我愿意运动 如果我觉得我现在就挺好 无所谓 我管你喜不喜欢我 我再也不管你 是不是能考验你 那个什么 这个证书 那个证书 考验考验 加油 不打乱 也不骂他 你怎么又没考上你 不要骂你 自己干嘛干嘛去 你自我提升到一定程度 那个时候 你再来回头看你的账户 你会重新有一个决策 你也试试 不被他唠叨 咱能不能踏踏实实地考资质 咱能不能不至于说躲唠叨 躲出去钓鱼去 我说完了 谢谢雷老师 我们的意见也都给完了 来 我们有请下面一组 本期第三队情感嘉宾 小杜 23岁 来自云南 戴叶 小魏 22岁 来自山东 学生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他根本都不在乎我 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他脾气太暴躁了 很容易失去理智 谁的错更多一点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那肯定是他呀 我感觉他根本一点都不想和我在一起 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 我觉得有什么事都可以平复下来 好好点 爱是双方都得付出的 他真的别太自我了 他这么不在乎你 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 你才22岁 对啊 刚毕业 那你说说他怎么不在乎你了 姑娘 我感觉他完全不爱我 就是刚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没有想把这段感情 长长久久地走下去 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那正常的男女朋友 都会把自己的平保 可能设置成对方 那女朋友男朋友的照片 然后我的平保也是他的照片 然后他死活不设置 也不是所有情语 都用对方的照片做平保吧 这事一开始我确实是不想答应的 因为我觉得会给我工作生活 带来一些不方便吧 他就是软膜硬泡 然后最后 我是也不想让他觉得 我不关心他 不在乎他 最后才答应 然后他就在我面前 把那个平保 设置成我的照片 反正背着我 他就把平保换掉了 结果被我发现了 这事你觉得他不在乎你 不仅因为这个事 还有之前他去找我朋友 拍个人写真 然后他一开始说的 不是要拍个人写真 他说的是我们要一起去拍一个写真 然后我就去联系了我的朋友 我朋友说 好 那我给你们准备好情侣的写真 要用的东西 我满心欢喜地想着 可以拍写真 把朋友圈了 他结果就在那开口就说 我只拍一个个人写真 我说让他陪我去 我们在传话当中就 让他理解成了 我们要去拍情侣写真 那就顺便再拍一套不就完了吗 对啊 就是交流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管着他拍个人写真的事情 是啊 我也不是觉得不能拍 就是当时我们拍完还有事吗 这里面沟通总会沟通错的 他说的找你那朋友 我们一起去拍个写真吧 他是这样说的 那就是你男朋友的 沟通能力有问题 更过分的有一件事 有一次下雨嘛 我的同事基本上都是女同事 都被自己男朋友接回家了哈 我自己一个人冒着大雨 骑着个电动车 披着个特别厚的雨衣 当我进一室嘛 我还戴着一个眼镜 眼镜上面全是雨水 我小心翼翼地骑到我们家楼下了 直接就把我卡摔了 因为雨度太滑了 卡摔了以后那电动车又重 又把其他的电动车都给碰倒了 碰倒了一排电动车 当时特别无助嘛 我就给他发消息 我说你快下来 我这电动车倒了 我扶不起来 然后当时腿还受伤了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去把那些车主的赔礼道歉 啥事全都给解决完了 他最后慢悠悠地下来了 车也没倒一排吧 就两辆嘛 然后他给我发消息 因为我睡了 所以看不到很正常嘛 后来他打电话我接了 只是他在电话里只告诉我 到家了 但是他停车的时候 车翻了他扶不动 让我下去帮忙 那我当时我说好 然后挂了电话之后 我就起床穿衣服下楼了 那其他的同事 都有男朋友主动接下班 晚上我自己一个人 骑电动车回来的时候 你却已经准备睡觉了 你想要我接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呀 为什么要我主动打电话给你呢 你不告诉他 他咋知道你要接他呀 因为当时下雨了嘛 我就感觉在这段感情里面 他就像没存在一样 他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特别过分的一件事 就是他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情绪啊 有一次他特别过分的 直接把我扔在高速路口 高速路上那事是 当时我们约了出去玩嘛 三个人 我和我女朋友 还有我一朋友 在高速上他接了个电话 前男友打的 然后他前男友问他跟谁在一起 他只说跟朋友 我当时就一窝子火 然后后来他前男友又说 要过来找他吃饭 然后他答应了 说过两天 我们一开始吵架 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一开始吵架是因为 他的副驾上面是贴着 宝贝老婆专用座这几个字的 完事呢 他就让其他的同事 也去坐了这个副驾 就是坐在我们车后面 那个同事说 哎呦 今天郑主来了 咱们这个座儿 不知道多少女孩坐过呢 就这么来一句 我能不气吗 因为这个事 我接了我前男友的电话 我前男友说我发小嘛 然后我才没有承认 他是我男朋友 因为这些吵起来嘛 然后他闹得很厉害 大吼大叫 然后我们一直吵 吵到服务站 我当时说了句 你能坐坐不能坐下去 他摔门走了 我摔门走了 你也不能一脚油门就走啊 我当时手机 还只有3%的电量 我也不知道 你手机没电量 而且我没真想把他扔那儿 我就是觉得 让双方都冷静一下 之后我联系我的妈妈 我妈妈给他打电话 他才回来的 上述的所有的都是说 你觉得他不在乎你对吗 对 他也不考虑我的情绪 那你又说什么 他一开始就没想和你长久 这又基于什么原因 他一开始就和异性 就没有边界感 我们两个人是在 短视频平台 加上的联系方式嘛 因为我们是校友 我的那个短视频平台里 就有很多互关的异性 他要求我去删除 好 我就听他的话 我给他删除了 但是我看他手机的时候 他短视频平台上面的 互相关注的异性 没有删除 那个是另一个软件 是很久没用的一个 早就不玩了 然后他发现了 然后我都跟他解释了 那我说 我就把它卸载了呗 你要介意的话 你平保的事情 你都能在我面前设置好了 那这个软件的时候 你在我面前你就卸载了 你离开我 你再下载回来不行吗 是一回事吗 而且我们之前约好了 一起去约会嘛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去按摩吧 然后我们去按摩的时候 他带着一个女生过来 那个女生是 我们球队的队友 我们平时一块训练的 就是我们队上 大家都玩得打成一片的 然后那个女生性格 他也是很奔放 就我们全队上下都知道 不可能发生什么 那天我带上她的话 我也发消息跟她说了 当时她没有表示 什么不满 就答应了 然后我带过去 我没有答应 我只是没有回她的消息 我也没想到 在她心里就留下疙瘩 你女朋友的眼里面 那是一个异性 她即使跟你关系很好 即使她特别奔放 性格像男孩 她也是一个异性啊 有一次凌晨的时候 你不回我的消息 你跟他们去聚餐了 你还坐在她的旁边 我还不知道 你还不跟我说 你也没跟我报备 我还是凌晨穿朋友圈 我们的共友 发了一个视频 她就坐在那个女孩的旁边 那个时候我们快毕业了 大家说一起出去吃个饭 刚开始位子不是这么做的 我跟她说的她不信 我没想到这个 她就跟我提分手 我们分手之后 她又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反正还不告诉我 还接着和我联系 分手多久 她谈了新的女朋友 刚分手她就谈了 当时分手之后 第二天我去找她提复合 她没答应 那我当时我就觉得 可能真的分开了 我们就结束了吧 那后来隔了 大概一周不到吧 那个时候又有个女生 跟我表白吗 那我没多想在一起了 只是在一起了半个多月 你喜欢那个女生吗 是有好感的 除了半个月 然后之后 我跟她还有联系嘛 然后就是后面 联系越来越频繁 然后你就扎了 那个刚跟你在一起 半个月的新的女孩 不是 不是不是扎了 我们是扎了 就是都觉得不合适 因为我感觉她也没认真 你转了一圈 觉得那个不好 就回来找我了呗 然后男生在小片里面 说女孩的脾气特别的大 对不对 我是觉得她太敏感 然后发现情绪的方式的话 很夸张 有一次她出差 就让我在家照顾她的宠物狗 她出差两天 回来就发现那狗 关在笼子里 当天没溜 她知道之后 她就把盘子杯子都摔了 她是经常爱摔东西吗 是 然后摔得很厉害 情绪实在是 特别难受了 我当时 因为我有一次感冒的时候 我中感冒 我还发烧 然后她不仅给我冲错药 她还用冷水冲的药 她根本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呀 行吧 那个你俩诉求是啥 我就是不知道这段感情 她到底爱不爱我 或者我能不能改变她吧 哦 那这个诉求应该很好解决 男生有啥诉求 我是希望 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 能够平静冷静一点的 不要带这么情绪化的在交流 来吧 我们听听那个 我们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啊 文静老师 从女孩角度出发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一点讨好心人格 我感觉我有点恋爱脑 为什么那么说啊 就是你在一次一次的 就是对她降低要求 你一次一次的被她伤害完了之后 你会自我洗脑 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就是当你在重新跟她选择 跟她和好的时候 你会给自己蒙蔽双眼 蒙蔽理智 你别让男孩得寸进尺 一次 两次 三次 一开始她只是带别的异性在你眼前晃悠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严正的跟她说 你不要这样做 后来好了 你们俩分手 没有两天 她无缝链接 她找了新的女朋友 当然这个事情在道德上 你没有办法批判她 这是人家的恋爱自由 但是回来之后 你还是原谅了她 那她就得寸进尺了呀 她发现 原来你可以接受我 包容我到这个程度 你不要觉得 你一次又一次地原谅 你可以改变一个人 让她变成你期待的样子 人和人在相见之初 我觉得就定格了 就是你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另外我说一下男生的角度 就是你也许没有觉得 你有主观情绪上 做对不起你女朋友的事情 但是你在两性关系里面的边界感 是非常模糊的 越往后走 你可能真的会因为这些事情 而去错过 真正喜欢你对你好的人 你们两个现在才22 23岁 你们俩出离问就这么极端 你能不能相信啊 就是如果是你们俩 异地恋还继续往下谈 哪怕你什么都没做 他也有可能异地冲到你家去 就可能就不是摔碗干嘛了 他可能把你电视机也砸了 他因为他现在是不相信你的 所以你们两个 现在在互相的情绪盲点里面 我建议你们可以 互相彼此的冷静想一想 因为本身你就不是那种情绪 可能拉得这么满的人 但是对方是 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哪怕分手 你们也是一起走过一段路的人 也保护好对方最后的体面 我之前在课里说 痛苦就是 别人丢在我们生命长河里面的 一块石头 今天跑到我们舞台上来 讲你的痛苦 就像是兜兜缩缩的拿出了一把沙子 有人往你的生命长河里面撒沙子 你把它拉黑就完了 不至于一颗一颗的捡回来 一颗一颗的给它描述给我们听 真不至于 你的整个事情里面 其实有一个坑洁 就是它无缝链接那件事 你发现他找了一个人 然后你把它给抢回来 你还挺沾沾自喜 我觉得是一件挺没尊严的事 第二个方面 其实你没搞明白 怎么来评估你的爱情 就我在一段爱情里面 我究竟去看什么 我才能够知道 这段爱情对我好不好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和他两个人在一起 他有没有经常每天为我考虑 第二个事情 就是他跟我之间 有没有很多事情来瞒着我 比如说三天 他就有一个女的 就可以跟他又谈恋爱了 他肯定是身边有很多人 对 对不对 第三个 我和他在一起 有没有学到东西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 我自己有没有成长 结果你会发现 用这三点来评估你的爱情 你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们这段爱情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要尽得了一段爱情 也要出得去一段爱情 有离开爱的能力 一个人才可以说 我有谈恋爱的能力 真的是 要有离开一段爱的能力 现在有很多人问说 说我们想找陆琪老师 帮着我们指点一下 感情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有方法了 特别简单 大家去找陆琪老师 微信公众号 然后添加一下 记得一定要亮明 是我们爱宝忠实粉丝 他们两个人 让我觉得谈恋爱这件事 无聊到极致 你看他说的那些点 下雨必接 附加专属 删除异性 杂坏东西 就是这些事充斥在 你们两个人的恋爱当中 你这段恋爱谈啥了呢 我生意志要求 男生要对我这样 对我这样 请问你为他做了什么呢 你要求他 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你给他提供了什么 你连对方爱不爱你 你都需要别人 来给你一个判断的时候 你觉得这段感情 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的内心 没有富足的爱 没有能够感受到 对方对你满满的爱的时候 你就应该赶紧撤呀 所以有的时候呀 如果你把生活当中 所有的时间全放在谈恋爱这件事上 那是恋爱注定失败 好像你们两个人 根本就不是在谈恋爱 就是冤家 异地的冤家 然后呢 闹一场 其实真的 谈恋爱就 你们太年轻了 再过几年 搞搞事业 本来都是异地 还有一个我觉得 其实男士根本就不爱你 你也别不爱听 真的 所以想明白吧 我说个证据 他不爱你 你们两个人说分手之后 紧接着第二天 第三天 他就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你跟这个女朋友 为什么分手的 因为我跟这个女孩 相处了半个月 发现彼此不合适 所以我们分手了 他跟那个女孩分手 跟你 跟思念你 跟觉得对你有惭愧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只是觉得 他跟那女孩 经过半个月的相处 不合适 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 你觉得你男朋友帅吗 帅吧 谁规定 二十三岁女孩 必须得懂事了 我们今天把这些事 都给你讲一遍 你是不是就说 这人我得跟他分手 没那个要求 二十三岁的时候 我为了一个我心目当中 很帅的男孩 去摔了盘子 就很过瘾就行了 但是 所有的这些经验 请你记住 一个女孩 应该因为什么高兴 自立自强 一个女孩 应该因为什么失落 绝不是那个人没出现 另外 我跟你男朋友说 你女朋友 真的觉得你很帅 这就够了 而且觉得你帅的年轻女孩 应该不止他一个 所以 男朋友 你的男朋友 知道自己的自信来源在你 妹女士 我就劝您一句话 在 婚恋关系当中 只要你今天 还忍不住摔盘子 发脾气 今天就别嫁人 我不是说你和他 我说你以后 跟谁结婚 都是物己物人 好吗 所以呢 三组嘉宾 你们接下来的时间 都认真地想想 你们该 对自己的感情 做何选择 好不好 感谢你们 来 回到门后 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三二一 请开门 今天谢谢各位老师 给我们的建议 我觉得爸 以前是我做得不好 没有像男子汉一样 胸怀那么宽广 我爱你 这么多年 要是不爱你的话 不珍惜你的话 已经早已经 可能不能到今天 人家还想再抱一会儿呢 哎呀 真的是 感谢老师 感谢 好 感谢老师 请亮灯吧 谢谢二位 祝你们幸福啊 不容易 祝福祝福 好了 第二组呢 就是我们那个 新婚的夫妻了 结婚不到一年 对吧 第二组也不能散吧 可能散吧 对 就感见嘛 是 刚刚看那个男孩 就一直这样 对 就很深情 是吧 对 就看着老婆 然后欲言又直 对 一直就这样 所以看看他们 该如何调整 来 三二一 请开门 说说吧 准备咋调整啊 根据这次老师 各位老师给的意见 我们先从减肥开始 嗯 然后一起努力 将生活变得更好吧 我爱你亲爱的 好了 接着老板 三十秒吧 抱抱对方 拥抱拥抱 哎呀多好呀 没什么功利心对吧 对 很纯粹 好了 请亮灯吧 希望你们的日子 能越来越好啊 祝你们幸福 再见 再见 谢谢老师 拜拜 第三组 是不是大家都不希望他们出来啊 我认为出来我都能理解 就是22岁的年纪 我可以为了帅 其实其他的东西我不考虑 我能理解 这跟这样存在的 那他们会不会选择出来呢 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可能还是会出来的 因为他才22岁嘛 那么肯定会为了爱奋不顾身嘛 没虐够的估计 对对对 我们提醒一下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 记住啊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 小心被骗 来 我们来揭晓我们第三组嘉宾的结果 请开门 人家觉得出来还得要点别的 这也是一种新的开始 家里盘子不够了 摔不起了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先爱起再爱人 对不对 只有好好的爱自己 我们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 爱情保护战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